PP石墨西超倒背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欢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微笑多美女好辣醫師团 网路傳言千萬別論信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团 來突破你的迷思 十萬小護理師林念君 哈囉 大家好 馬上來進行我們的熱身賽 請出題 根據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 成年人對於哪個新聞 來源的信賴程度最高 一 社交網站 二 傳統媒體 三 自媒體 四 搜尋引擎 好 請舉牌 這個好難喔 要堅持自己的傳統媒體 對啊 堅持牌 因為瓜哥 畢竟我自己以前是 新聞主播出身 那我知道新聞 它在做一些報導跟平衡報導 它還是背後有一定的程序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比較相信 透過新聞媒體傳播出來的訊息 但像剛好我以前也採訪過醫療 所以我們真的知道採訪醫生的過程 跟整個考究的背後 它有一定的程序 所以我還是滿相信從新聞看到的 醫療或是那種氣候 就是比較大的研究的那種主題的話 我覺得傳統媒體的資源 跟它的人力上 應該可以比較可以去負擔 這樣的一個成本 那接下來有四 選四是搜尋引擎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最常用的 就是搜尋引擎 那當然的確 其實有錯的 或者是有對的 有些甚至是因為 為了某個產品的宣傳等等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還是要 曾大演員稍微篩選一下 但是我覺得 因為它的來源很多 所以我覺得只要你 懂得篩選的話 其實它的正確度 信頼度還是滿高的 這個顯現出 什麼叫實在 我在看門子就知道 50歲以上的人會說 陳醫師我是看電視來 大概50歲以下會說 陳醫師我是看YouTube的網路來的 所以為什麼 這個時代是不一樣 你可能說 電視工心率比較高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很多年輕人 家裡是沒有電視 他可能是看網路或手機 所以這一題 根據我這麼會考試的推斷 它的成年人 應該是指20到40、50的人 他會去調查5、60 如果是60歲以上 答案一定是2 現在的答案應該是4 我覺得醫生講得太好了 這跟年紀有關 我只是選我自己 資訊來源的方式 我最多是找搜尋引擎 因為很少 真的沒有在看電視新聞 那如果是社交網站出來 我一開始就會先覺得 這應該是廣告 那自媒體就更不用說 他可能其實是個人的 一個opinion 他自己的想法而已 所以我大部分會找搜尋引擎 我覺得有時候搜尋引擎 如果你可以找到 如果是一個研究 你真的可以找到那個大學 他寫的paper你就慢慢去看 但是如果他被截錄在媒體裡面的話 他一定因為時間有限 新聞的時間很短 他就只會說 研究顯出這個會怎麼樣 吃這個就會怎麼樣 可是他可能中間的那些因素 很多很多的細節都會被 統計調查結果是2020年的一個公安公司 他們去做過的統計調查 其實二跟四不相向下 大概多了三趴 但是其實我覺得也蠻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 你可能看到一篇新聞 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下一次動作我會 我會上去搜尋引擎 確認一下是不是每一篇 都是講類似的話 再去做判斷 但是蠻有趣的是 我們大家其實很常用的一個 現代很常用的一個工具 叫做社交軟體 就社交網站 它其實是所有的信賴度裡頭 最低的 今天探討 現在搜尋資料方面 所以各種的消息都會 來源會頻傳 真正正確嗎 醫師今天就來解答 來看第一個了 來 好 生理其喝熱巧克力 真的可以緩解精透嗎 覺得正確請舉圈 結果這個不可能請舉查 來 請舉牌 我覺得是 這樣不是很多巧克力囊種嗎 沒有 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 因為我比較幸運 我是那種真的很少 碰到精透的女生 所以我本來就不會 精透的人 當然不會相信說 生理情吃什麼 會比較緩解 或者是比較會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不舒服 可是就是這種不信邪的人 你反而碰到就很大條 像我去年 我前年底才剛生小朋友 然後我去年 也是差不多這個時間 就碰到人生第一次的 很嚴重的精透 那我還記得那天是下午的時候 剛好阿姨親戚來家裡玩 可是我就沒有辦法招呼大家 因為我就覺得自己腹部隱隱 在做痛 然後那個感覺是越來越不舒服 越來越痛 然後痛到晚上八九點 我真的不行 因為最後我是坐在馬桶上 那個感覺像是有 然後你就不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腹腳痛 是不是要拉肚子還是怎麼樣 我只好坐在馬桶上面 最後我看手錶大概是快到九點的時候 我排出了一塊很厚 兩公分厚 然後大概有 十公分長的血塊 而且那應該不是血塊 那個像是肉塊一樣 然後我有特別把它拍照起來 家人知道我這麼不舒服之後 晚上有帶我去看急診 那我跟醫生說了這個給他看的照片 他說那應該不是血塊 他說那應該算是肉塊 他說可能是你去年生小朋友 因為是剖腹 或許是可能裡面有一些組織 當時沒有完全清理掉 因為那也是正常 他說到這個時候才剛好要出來了 那你從下午到晚上 這整個陣痛越來越痛的過程 剛好碰到驚奇也快到了 就是他在排出來的一個過程 所以你不會相信 我不相信 我那時候喝了很多熱飲 都沒有用 沒有用 生產後的前三次月經的型態 跟你以前不一定一致 因為你要瞭解你休息一年多了 就像剛剛講 也許有些黏膜是玻璃 不一定是 他可能參查了血塊黏膜 或者的確是排不乾淨的東西 就像你家裡一年多沒住人了 第一次大掃除 一定會掃除一堆東西 所以我自己會跟病人說 前三次月經跟以前不太一樣 不用太緊張 可是像那種疼痛很難耐的 要回來看一下 那有一個方式 你就試試自然生 不要打無痛分娩 你經歷過 下次就不會很好 我已經生好了 你覺得什麼 我已經生好了 我不會經歷過 我也是跟民警一樣 是那種來無影去無蹤 生理期對我來講很輕鬆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經痛這樣 但是有一次我記得 我要去跑新聞 可是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一般就是頂多一點點悶悶的 可是那天就覺得 那個腹部真的是腳 就毛起來腳痛 然後我那時候要出門 去採訪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 應該 應該一下就好了 結果後來是已經出發了 在半路的時候 我就越來越不對勁 然後跟我一起 就是要一起跑新聞的同事就說 你文婉你看起來怪怪 因為整個臉已經煞白 可是方圓之內 沒有任何的藥局 不然他就多了一個東西給我 我永遠記得 他就這個鐵盒 然後裡面就一顆一顆小小的 巧克力球 就一顆一顆這樣 那我一口其實 我大概都三五顆這樣 那我一吃過了十分鐘 我老實說 我就覺得 舒服了耶 就整個人就覺得 髒啊 然後後來我就這樣不知不覺 那天去採訪 就靠那個 我就把它一整那個鐵盒 那其實裡面密密麻麻 也幾十顆喔 我吃光光 然後就好舒服喔 之後我就是要吃 比方紅豆湯啦 然後喝阿華甜啊 那我就覺得 Ki moji很開心 心情好 所以很多營養師知道的時候 就說 不行 因為那個吃的時候 據說會越憂鬱嘛 但是對了 就是過了 過了那個感覺之後 其實會讓你更沮喪 可是我不會耶 我就這樣子 雖然現在已經停經了 但是 可是那個感覺 那個舒服的感覺 我還在這樣 因為我覺得你們都好幸運喔 我是從青春期第一次來 就非常非常痛的那種 我都會痛到躺在床上 沒有辦法爬起來 然後要不就是靠止痛藥 但是又有人說 吃太多止痛藥的話會 排不乾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我的經痛一直到 其實一直到大學 都是還滿嚴重的 但最嚴重的是我回台灣 那時候回台灣 要做模特兒的時候 就不曉得是因為 從國外搬回來 所以有點水土不服 生理不適應 還是因為那時候在減肥 所以飲食比較不均衡 然後我就大概 四五個月都沒有來月經 就不來 可能吃太少或是怎麼樣 那後來就吃 人家跟我說 去買月間草油來吃 我就吃了一個多月月間草油 才月經又來 可是之後就變成更痛 而且還會突然就是雪崩這樣 那雪崩其實對做模特兒來說 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 是有一年我生日 我在做一個和服的秀 然後那件和服要一百萬 對 然後那件和服非常難穿 因為它是傳統和服 所以有一個專人幫我穿 然後要花半個小時 才能把它穿好 所以穿好以後 你基本上就是不能動了 在那邊等開秀 不能脫下來 對 然後我就已經用了 最大號的棉條跟衛生棉 可是我站在那邊 等開秀的時候 我就感覺不對 然後我最後鼓了很大的勇氣 就說導演 對不起 我真的一定要去廁所 然後大家就覺得 怎麼這樣 在十五分鐘要開秀了 然後就去 結果是真的差一點點 就要弄髒那件一百萬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真的 這些東西 它真的會影響到你 譬如說吃冰就會比較下不來 然後喝巧克力 就會真的量會變大 我是覺得巧克力是會影響的 回答正確解答 答案就是 真的 你看 我先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任何議題 都有它的一個極限 這個重點在於 熱巧克力 跟碰筋 第一個 我們在月經來的時候 排除掉一些生病 我們像巧克力囊腫肌瘤 這個先不要管 假設是單純的月經的話 其實在流血的時候 就容易痛筋 因為你會有點缺水分 所以補液體一定是好的 第二個溫熱的液體 會讓你更舒緩一點點 那第三個 如果這時候在流血 有一點卡洛里補充 其實會更好 第四個痛筋呢 它跟什麼有關 痛筋有時候跟 微量的維他命 B群 B 尤其是B1 B2 缺乏有點關係 所以這個巧克力有個有趣 第一個 熱 有卡洛里 第三個 巧克力裡面有咖啡因 那個可可的成分 也會讓你 以及提供一些 疼痛緩解的一個功能在 但是我要特別提到 其實你會發現 有幾個大重點 第一個 在痛筋的時候 不妨要補充 第二個 這個溫熱飲料 要有一點熱量 黑薑糖也可以 那為什麼黑糖可以 因為黑糖裡面 它有些礦物質 像微量的B1 B2 還有一個巧克力 跟薑糖裡面 都有一個叫 鎂元素 好的鎂元素 其實也可以緩解痛筋 熱巧克力裡面 其實以一個單位來講 它含三十六毫克的一個鎂元素 你知道有人會說 喝喝熱牛奶會比較好 熱牛奶是熱跟鈣好 但它的美其實在巧克力裡面 還更多一點 要高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